回到台湾顾问团 我们继续来看到 红国建设所盖在台北市故宫 正对民进五栋大楼 那个自善天下这一块社区 我们现在在台北市议员 李庆元的一个揭发之下 知道根本当初是一个水利地 则一路取得变更执照的过程当中 变更定目的过程当中 真的是翻涨了好多倍 好多倍的一个获利空间 但是在这里头违法事实 到现在还持续的存在 我们继续告诉大家 刚提到土地取得 有很多让人质疑的地方 那么这么多的赚钱空间 邻家等及相关的合作 的建商业者都拿到了 但重点是独占这个 容积奖率的部分 那么破坏渡翁天际县 这样的一个争议问题 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的一个解决 首先请教李议员 所以那个一楼 应该是个开放空间 我们刚刚记者预采访 同样是被挡在外头 这部分不就是一个违法的事实吗 但是我们要请观众朋友 来持续的来关注到 这种大楼是95年的时候 正式的一个完工 85年完工 但重点是什么呢 历经的四任的市长 刚才有点到是我们的 前总统李登辉先生 那么当时的还是官派的市长 叫做黄大舟先生 从黄大舟先生一路到哪里呢 到这个陈雪扁先生 选上台北市长 再到马英九先生 也担任了这个八年的台北市长 再到现在的郝鲁铭先生 也进入到了第二任的一个任期了 我们就看到这四任的市长 一路到现在完全视若无睹 关于刚才的违建问题 关于刚才的容积奖励的问题 一楼根本完全没有打开的问题 问题怎么会这样的 议员您有长期在市议会 都在做质讯 为什么官员市长都没反应 我给各位先看这个图 大家才会了解 这个图红色的 整个红色的框框的部分 就是至三天下的基地面积 基地 可是各位特别注意 这旁边有个巷子是 把它的基地穿成两个基地 上面是第一种商业区 下面是第一种商业区 变成两个基地 这是民国76年的 这个都市计划图说 那请问这个巷到哪里去了 这个巷到不见了 等于是说 各位可以看到我这一个 你在比对这个的时候 你就知道中间巷到不见了 完全没有存在 所以 这就是官商挂钩 这就是特权 也就是说要让这个建商 它的基地可以变成 可以整体来开发 那巷到不见了 那这个我画的红色框框的部分 按照我这两天亲自去 整个全面看了一遍 通通都是我刚刚所露出来的 都是高墙围墙 就是围墙全部围起来 那这些围墙 为什么它肯定是围章呢 来 我这边是死罩 这个是死罩 这死罩里面 我列给各位听一下 上面写的 一楼切结不得违见 也就是说这一圈 这红色的地界线的框框的地带 切结不得违见 若有违见 无条件拆除 并负担拆除费用 而且要在房屋销售 及产权移转时列入交代 使用执照合发以后 要列管巡查 你看它写的 列管巡查 而且呢 切结无偿提供 作为防汛道路使用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各位看到 整个基地中间 整个基地中间 有这一个斜线绿色的地带 这个斜线绿色的地带 就是说 我后面是外双溪 这个下面是外双溪 前面是自散路 万一我有防汛 之必要的时候 是要穿越这个地方 去做防汛的 可它现在全部封起来 它给公家使用的 全部封起来 就是说它有防汛的功能 防汛道路功能 结果它全部封起来 那我就不知道 为了怎么防汛 这是一个 那么今天 如果这个地方是纯住宅区 我们政府非常可恶 就是官商挂钩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纯住宅区 也给人家开放空间 容积奖励 然后奖励 容积奖励奖励谁呢 奖励建商 建商卖走了 拍拍屁股走了 我们消费者要去承担后果 所以一楼的开放空间容积奖励以后 如果是纯住宅区的话 变成任何人都可以进入我家的住宅的一楼 是 妨碍安宁 妨碍他的治安 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大约在民国88年还是89年的时候 就把住宅区的开放空间容积奖励就废除掉了 但是商办 但是商业用地的开放空间容积奖励 到现在为止还可以还有 为什么 你既然是属于第一种商业区 你是商业使用 你当然一楼就必须开放 就自然而然你会开放大家来使用 所以他就给他开放空间容积奖励 问题是各位看到了 上面这个是自散路 所有红色的地带 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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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出入口以外 除了他的门口 门口这个出入口以外 就是这个 除了这个出入口以外 就是有保全那边在守的这个出入口以外 没有任何开口 没有任何能够进去 那我现在要讲就是说商业商办 你完全没有做商业用途 你竟然去当做豪宅卖 因为商办卖的话价钱比较低 豪宅卖起来价钱比较高 那么你卖给这些一堆消费者 这些消费者不但不能够适用于自用费率 因为只有住宅才能够适用于所谓的 就是自用住宅税率 结果这些一般事务所不能适用自用住宅税率 全部是消费者买单 所以今天坦白讲一句话 为什么历届的市长他不敢来猜 他不敢来猜的原因是 所有买的人通通叫做善意第三人 我通通都是属于拿来当豪宅用的 那你把我通通拆光的话 那等于是什么什么 所有不特定对象到处什么观光客 包括路客通通通可以到我自担天下一楼跑来跑去 爬爬罩的时候 我的社区治安安宁怎么办呢 不敢猜原因庄老师 这样讲似乎有道理吗 但重点是违法在先就当他事若无减 我们这些市长们通通就视若无睹 这个像上次我们在讲那个夜市一样 就是说你不理他 到最后违法击非成事之后 你要去处理他的时候 那社会成本就越高 那如果这个案子 我是认为这样子 依法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你这个案子不处理 那未来就好玩了 为什么 我建商看到我这样做了以后 你可以不处理 我下次再如法炮制 我一样去争取开放空间 我一样变成上半 等到我赚完钱以后 我走了以后 私生物你不敢来 为什么 因为有利寻利 所以我认为清源兄 这次这样处理是非常好的 台北市不知道还有多少这种地方 再来因为土地高涨 房价高涨 将来如果这个炒作继续下去的话 受害的还是买家 第一个买进去的人受害 再来一般的 平股的阶级 他是薪水比较低的 他永远没办法去买房子 因为一直炒作 一直炒作 对 所以刚才邱玉老师有讲到 这是政商关系的一个勾结结果 但是我们就带你来看看说 对林荣山先生来讲 政商关系的经营 到底有多重要 我们前两任的一个 这个总统在卸任的时候 都颁发了奖章给他 到底有什么样大的一个贡献 我们带你来看看 首先在这个李登辉前总统 在2000年卸任的时候 2000年4月12号 520要卸任 他颁发的是二等 景星勋章给了林荣山先生 说他治理于公益文化事业 以及促进经济发展 真的是努力促进台湾的经济发展 林荣山先生当前致辞的时候 说他的成就 实在是因为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他会秉持着饮水思源 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的精神 继续来参与社会文化公益活动 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现在看来到底应该怎么去解读他比较好 这个景星勋章颁给谁呢 颁给对国家政务有熏劳的公务员 以及对国家社会贡献卓著的非公务员或外籍人士 不一定要由总统亲自来颁发 一等勋章才需要 但领的是二等 总统亲自颁给林荣山先生 来到2008年的5月13号 这个前总统陈水扁先生 520要卸任 结果卸任前一个礼拜 也颁发了一个二等 清云勋章给了林荣山先生在这 表彰的是什么呢 智力建筑营造工程 悉心文化传播事业的这个表现 那么当场的时候 林荣山先生说 我们陈水扁总统任内 让台湾的本土意识 跟主权独立意识 都不断的增加 真的是非常令人佩服 而清云勋章颁给谁 颁给对国家政务有熏劳的公务员 以及对国家社会贡献著著的 非公务员或是外籍人士 所以这个邱老师 我们现在看来 这个政商关系在这里一目了然 跟两个人前总统都非常非常之好 这是对于在台湾的要致富的 这些商人们财团们来讲 没有政商关系 恐怕很难有今天的财富 在所谓的半封建社会 半封建社会像台湾是 中国大陆也是 那么政商关系是 一个企业要获利 得到所谓的超额利润的 最主要的凭借 我们经济上有个专业名词 叫做Rain Seeking 它透过一些所谓的生产外的行为 让它取得了超额利润 铃龙山就很懂这样的一个做法 例如说 他可以愿意做政治上的打手 他可以帮政治做服务 帮某些特定的政治人物 达到他特定的政治的目的 而且他在进行执行这些政治手段 跟政治目的的时候 他可以完全不考虑 他媒体的一个公正的角色 所以他当然很受到政客的欢迎 所以政客当然会颁勋章给他 大家想想看 以至善天下 他变更地幕的过程 以至善天下 违法变更设计的过程 以至善天下 他本身的违规违法 使用的一个状况来说 为什么难道没有人检举吗 所以我所知道的 有很多人检举到监察院 监委也没有动 有很多人检举到市政府 历任的黄大洲 陈水扁 马英九到郝龙斌 也没有人动 他怎么能够做到这样呢 除了他本身政杖关系经营的好以外 他当然因为他本身既跨足产业 又跨足媒体 又跨足金融 然后呢 跟这些政界人的关系 续养一些所谓的政治人物来做他的 一个门神或护卫 他才会拥有这样的力量 而他把这套模式也搬到哪里去 也搬到中国大陆 像洪国 洪国在上海在苏州 他就有很多的商办大楼 在人民广场 26层的大楼 然后在上海浦东最贵的陆家嘴 他也有豪宅 他一样是大发力士 一样你到上海去检举他的时候 一样啊 不管是以前的余震生 现在的韩震 或者将来将来的什么人 恐怕都不会去处理他的问题 所以这样的一种所谓的 官商勾结的模式 在台湾行得通 在中国大陆也行得通 那现在还好今天 被李清元议员给引爆出来 被中天 被中天中视等等的中国时报 把他给一连专的披露出来 所以我觉得政府不能再沉默了 你今天政府不是要反贪腐 马英九总统不是强调 他唯一是还能够撑得起场的品牌 就是所谓的清廉吗 那你面对宁龙山这样的行为 面对林龙山家族 这些不法的行为 你要做给人民看了 好 有没有做给人民看了 就是我们说这个存在 到底多少年之久 数十年之久了 所以在刚刚邱玉老师分析之下 所以玉寇姐我们说到 这没关系 这么样这么样的一个 紧密的情况之下 那么在这个媒体上 现在在做所谓的言论自由的批判 在做媒体据授的一个批判 自己没有做到 结果批判别人 那么自己可以做 别人不能做 这就是自由时报 就是林龙山先生 当然就是说 他为什么可以 这个用这样的一个 比较扭曲的手法 完成他的这个政商 利益勾结之后的 自己获利的一个成果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你知道在马英九 做台北市市长任内 他的目标是要选总统的 那选总统马英九 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就是他的本土的选票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吗 在这种前一世 跟一种唯妙的政治 氛围情况之下 当这个自由时报 拥有某种诉求 而这个诉求 他在市场上的报分 又苹果日报之前 他是第一大报的 虽然下面的 中国时报跟联合报 加起来 是比这个自由时报要大的 可是在那种畏惧 这种选票市场 被那个完全的 给排斥的情况之下 其实马英九总统 在台北市长任内 跟他的第一任总统任内 也很明显的感觉到 他是蛮在乎 这个领域里的读者 或是这个领域里的选民的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因为台湾的政治 生态状况很特别 我们的医师形态 让我们的这个选民 他在某种情况之下 做了一个几乎 违背自己灵魂的抉择 那今天开始 就是说这是马总统第二任 现在还是郝龙斌的第二任 对不对 那如果说台北市议员的 这个李庆元先生的主张 跟他的这个证据这么多的话 那相关的这个 台北市政府的局处 你为什么不处理 我每次打电话问他们 他们都说违贱太多了 好几年之内都难以处理 对不对 这个不是借口 那我希望下任的 这个台北市长的候选人 你可以告诉我们 给我们一个承诺 其实这种坏的例子 造成了后来很多建商 是有样学样 如果不是这样子 我们的建商 跟我们的各级政府 不止台北吗 那台北还有士林官邸附近 奇奇怪怪的语言 那台中也有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们是成功的 那他们是成功的 这个情况之下 也造成了 某些人对媒体 他的公正性的影响 这也侵害到我们媒体的专业 所以趁这个机会 大家把它说清楚 讲明白 那政府的官员们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 还是你怎么去执行你的 这个应该有的 这个公权力 那李议员讲了那么多了 这个都已经 都已经这样据实已告了 你还不动声色吗 这也未免太麻木了 我再来句话 我记得阿扁 当市长的时候 二话不说 蒋伟国的 他也是为意思型太猜啊 陈水平那时候 也是为意思型太猜嘛 猜了就有选票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到底 这个地方父母官 或所有的政治人们 从政 从政的初衷是什么 如果如政见所讲 那人民托付你要实践 如果违背良心 政见讲一套 实际做一套 那么人民真的是觉得 那你这样的欺骗我 广大选民 要怎么样来看待你 所以要当聪明的观众 聪明的选民 但是我们看到 光是至善天下 这么一个case 已经至少 新建完工到现在 16年了 所历任的四位的台北市长 统统没有动作 违法违建呢 因为实在太多拆不完 这是借口吗 为什么你可以纵容 个违法的违建在全台湾 不止台北市 这么多这么多的一个存在 一开始执行公权力 就没有彻底执行嘛 于是呢 让这样的建商 可以持续的存在 我们待会来就继续 带您来看到说 好 林荣山先生办报 有这样子两套的标准 那么他从一开始 从政之路呢 要有政商关系 要从政 但从政之路 却是从会选开始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格 待会带您看